欢迎大家收看新一辑周末寻楼页 我是有拍档 卓勇和Peter 我们上周的访问嘉宾有分析过 香港的楼市政策或外来环境的因素影响 继续请Thomas 林浩文 来访研究部的主管 Thomas 今天来讲一下 很多读者都问 作为一个投资者 或者想在楼市投资中有什么选项 在这个时候我们如何从策略开始 或者你先凯说在香港有什么新的发展区 我们从开始去想想你觉得值得我们注视 看看是否真的单纯和物业投资 还是连接自主需要 通常我们都说第一层楼一定是有个自主需求 到第二层楼可能是说一个叫单纯投资 如果你说香港未来的发展 其实基本上上一集都有提过了 大湾区 其实真的没办法 虽然我们不想被规划 很多东西是规划了 如果你说看回整个珠三角未来的发展 其实如果以广州香港和澳门三点连码 一起是一个三角形 当然现在深圳也正在修行一个叫深中通道 就是中山博到深圳那里 都开了一条桥 变成两个三角形 如果你说完出来就会看到一个现象 其实我们怎样博通呢 靠港珠澳大桥 另外就是看到高铁 很容易的 你看到香港未来的发展 全部大部分的基建都在西面 所以不用看风水 未来真的要投资 买什么呢 就在西面 东面只有一样东西 就是CBD2 CBD2之外 其实没有其他大的发展在那边 反而大部分未来的东西都是西面 所以如果你说真的要去做投资 当然看长线 先讲自住 我应该选哪个区入呢 入市呢 都是看自己的附带有多少钱 因为买新楼和二手楼有什么不同 二手楼的附带要够 一手楼你都要看看你的负担能力 是 当然 想车盘 最好的当然是买地铁原线 但是你知道现在地铁原线也不便宜的了 通常也传统上都是 地铁原线的盘是最好的 但是你知道现在 近年买到的地价 是不便宜的 所以地铁原线盘也不便宜的了 唯一叫便宜一点的 我想 亲密一点 其实就是将军澳那边 其实已经 如果你说其他区域 我想新盘未来相对 香港岛 我们做过分析的 2019到2053 新盘来计港岛区占不到5% 是 其实基本上你已经没什么好选择 因为那些都不是普通盘 出身来的天价 接着九龙那边是什么呢 九龙那边主要集中在启德和汉文田 是 大家知道 你们听到有两个都知道 启德和汉文田 传统吵宅区 是的 另外一个就是近年卖地那些 全部都卖几元尺 我卖给你 其实我相信 起码都两万多到三万多元尺 也不是 不是那么亲民 不是一般上车 可以上去的 其实有一个 东九龙都是一个大盘的 就是在游堂湾 其实它就是 刚刚在游堂地铁站对面 你看这架海 昨天卖的工厂已经拆掉了 为什么 我又看着它改变 为什么 我 拜山那边 那边 每一年 在游堂 今年最新看 已经全部都没有拆掉了 但是 亦都好像说 规划都过了 但是这些 这么长远 会不会很久才会有供应呢 我想如果你说 在游堂那边 之前有些地埋过的 是的 当然 最便宜的那个 之前会得封钱埋的那个 很便宜的 很便宜的 通风流送的 但是你要知道 例如在 九建 或者是五矿那边 都买了地 他们 买出来 即是远远那边 其实 现在卖到之后 都不会太便宜了 游堂其实需要时间去转型的 没那么快的 而游堂湾的那个 是属于我们叫 CDA Site 即是综合发展区 那边基本上就是 远行机 和会通 那边 这段 的面积很大 可能去到整个太古城那样大 里面可能有住宅 有写字楼 有酒店 我相信这些 不是说未来三几年 会出现的 如果你说短时间 会出现的新盘 我想大部分的工业量 集中在新界区 主要在哪里 将军澳 元朗 屯門 和白石 所以 供应量 再细分 比较多的 就是说在大埔 白石那边 和 就是说在 将军澳 所以如果 以发展商正常来说 货量多 自然他当然想货月轮转 去形式 去买楼 这些正常来说 出定价 就会亲民一点 那就是什么呢 就是万多元尺 万多元尺 去到 万中到 去到万美之间 看回不同市况 和流本质数 这些仍然会比较容易 因为你自己作为 挑战者 不是看一年半载 是几年的供应 你看大方向 如果比如说我买一间的 你觉得 三选一 四选一 你哪个地方会好一点 如果你说 单纯 你说投资 还是自住 自住 如果你说自住 通常香港人 当然是 住完就想赚了 是吧 10-20年之后 又升值几倍 是吧 如果你说 真是以自住的 当然也要考虑一下 你自己要上班 因为交通都很远的 如果你说为我交通都是以 例如港岛区和 九龙东 九龙那边 那我就建议是 将军澳那边 但如果你说不是 我都是回到 例如九龙半岛 甚至乎 再北面一点 那你就可以考虑一下 例如元朗和屯门 当然交通 即是在大湾区 交通的时间 其实真是一个 挺紧要的 因为那些差美是很远的 好了 我不是自住了 已经是第二间 第三间 我们要开始 就是少少投资者 再买一间来放租 那你又觉得哪些 的供应多 就是会影响租值呢 我想 如果你真是打算放租 看你持货能力有多强 例如 好像在发展区 其实新盘 其实买得很好 但是要知道 那些新区 通常在第一个租楼的时候 即是第一阶段 头几年租楼的租货率 就很低 可能你难听那句 原来你买一层楼回来 想着 要等几年 要等几年 例如说 我本来是要供两万多的 可能原来你租到一万多 要做第一层的时候 是 要贴钱 可能要贴钱 那你就要看看 自己是否有能力 去贴这件事 长线是看好的 不过你是否短线可以捱得到 但是你说不是的 我要即时撑得到 那你就要选回一些 租盘是很活跃 或者很成熟的区域 例如 将军澳 元朗 那些 真是这些 是很多人租的 这些你就不用太担心了 是 启德 其实是在这里脱 他说到那里有发展体育馆 有很多不同的民喻地方 其实将来的设计 但是又有共和规律 你觉得启德区是否值得 是投资者进入的区域 我想如果你看到那么多发展商 大发展商买得地 其实大家长远看好 整个启德 发展的 后市也是看好的 那区 其实政府 其实香港我们已经很多年没试过有这么大幅地拿出来的 你都知道我们都晒了太阳很久了 20年才 都规划了 搞了很久了 机场搬到97年搬了 是97年搬了 已经17年了 都搞了这么久了 其实上面也有很多东西的 最初我们有游泪码头 之后慢慢现在海边那里会有商业地 也有住宅地 之后 接着体育城那里会起 在美近 你看到儿童医院也都开了 也都落成 未来那边当然 你见到公屋那一批 公居屋的集中在北县那边 就是埋近 都不成 去回那边 就是停机坪 是的 那边变相来说 也会接近 叫做地铁站 将来的地铁站 所以影响性就不会太大 你看到之前 海航买了一些地 当然现在又买出去 大部分那类的新盘 就是习近那里有条河 其实是两边的 一边就是跑道上面的 一边就是北县 跌进去体育城 和将来跌跌站那里的 三线那里的 跑道上面那些 不用说了 我相信绝对是一些豪宅 甚至乎是 再豪宅一点的 再贵一点的 你变成全海景 全维多利亚港景 看到卖地都卖了 一万多两万元 的时候 你都想象到 不会便宜 卖给你了 那一周 没错 但是你再远回来的那些 其实将来那里 如果你有去看过 其实都挺有趣的 香港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市区里面有这么多楼 已经 好像去了国内的 小区 很多栋 很多栋 但是如果你买那里 要留意这件事就是 交通配套 如果跑道那边 交通配套 是一个问题 和长线来说 因为始终那里有这么多楼盘 亦有很多地 还在卖 你预计了未来10-15年 那里是一个很大的 地盘 都是地盘 住了10年 可能全都在浪费 附近可能也有很多地盘 所以变了 从投资角度 自主角度 当然说不是 那么多地盘 好像不太好 但是从投资角度来说 如果你是有持货能力的 能支持得到的 能支持得到的 其实看得到一个 不错的一个发展区 还有什么地方 我觉得未来发展 你知道大嶼山 有北大嶼山 将来我们再长远一点 其实我听到 好像欣豪那里 又在建一些 平整的地方 有地铁站 那边的区域又怎样 因为 有港珠澳大桥的概念 民生那样 你觉得那边 值不值得考虑 如果以大嶼山来计 我相信政府的策略 都是会 北大嶼就做发展 北大嶼就做保育 也应该是这样做的 已经 北大嶼那里 大家唯一的关注 就是要留意的 就是 真的教一条 公路而已 北大嶼的高速公路 所以基本上都是教铁路为主 通常最成型的成熟的就是东冲那边 所以始终我相信东冲那边是优先的 刚才你提到的是Sunny Bay 恩澳 恩澳那边 会在东冲 东冲始终有优势就是近机场 是 同时也是那句 大家如果坐车上班就知道 你真的要自住的话 我应该在东冲都坐满了 你出来上去站不到 其实预计你要站的 等于你坐西铁屯门和元朗的线一样 差一个站 差一个站 已经站满了 有一点 少人留意 因为半个铁路迷 其实当时想过是加密班次 后来原来 没有问题 就是 那条路在青马大桥那里 因为没得抗战 所以东冲线是没得再加密的 但是有另一个因素 其实 由东冲有一个海底隧道 去屯门 对 本来是想着去年与这个 并同步 后来 又因为工程的延误 如果多了一条 会不会对于屯门 和东冲 双方也有利 特别是屯门 早两天又有个新闻放出来了 就说会在屯门 再建一条延线 就会有多一万个单位 就会在屯门泳 一个站 和屯门码头 一个站 对那里 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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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屯门南站 那里会令到屯门又会有点生机 其实一直以来我都说 屯门元朗都蛮值得投资 如果你在说长远投资 因为始终 黄金三角 都是那一层 落在那个位置 而那个位置相对来说 比起西九 便宜很多 那些很难买的 那些 你还算是上得到 那些 亦算是买得到 但是注意一点 当然隧道有个好处 但是主不过就是 对机场 如果要去机场 就快很多 去机场就快很多 就不需要跌那么远 但是屯门 如果大家留意 跟元朗仍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基建配套 再加上民生配套 是远远追不上 人口升幅的 你看到 例如屯门 现在通常都是集中在 屯门市广场 你看到全部集中在那里 商业配套全都在那里 但是你看到 去到 例如现在 政府卖地 卖了很多 在素本坷 那里卖了很多地 那里基本上 都是黄金海岸的 看日落 商业配套不是说太多 人可以住很多 但是你始终都要商业配套 你要在学校有其他的 配合 民生的配套 你才可以令到 长远来说成盈 未必可能 跑得比大市 或者 落后于大市 就算升市 叫做碎角城市 只是用来睡觉 又没饮没食 为什么政府那边 又不会去设计 看看那个 地方 怎样 怎样是一个好的社区 例如是否有商业 有人上班 我知道那边 西北区 突然间 周末有很多人来 外来的全部都是购物 大湾区下来的市民 买 那里突然间 离不来就很旺 平日就很静 怎样能够 社区有一个发展出来的 回归前后的规划 我想都有少少不同 以前传统上 七八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 大家有说什么 就是说 以前读书最流行 卫星城市 新市鎮 新市鎮 我们说新市鎮 我想最后的新市鎮 之前我们有说过 做过天水围 天水围 当区经济 其实做得不好 不然也不用发生那么多问题 悲情城市 之后就在张归澳那边 张归澳之后就发展得好一点 其他之后 其实我们真的没有什么新市鎮出过来的 没有了 东涌是最后一个新市鎮 是的 就是东涌 但是变成了 基本上我们再没有这麽大型的规划的时候 我们基本上只不过在旧有的 地区 再加插匀 插匀地在建楼 变成了 其实你就很难再加其他商业配置 就算我卖商业地出去也好 发展商会觉得 人口都未够多 我建了之后 可能要守很多年 例如现在你说的安德城抗场一样 如果我要去 卖地 去做商业的 做商场的 可能要守很多年 是的 所以变成了 其实有个难度在 因为以前你看到 公居屋 我们可以找 公屋商场 现在就变成了 变成了有少少 是不一样的 所以大家要留意一下 香港的区域的发展都是因为刚才去做 还有一个新的 可能在 在元朗隔壁 新界北 新界的写书呢 新界北会不会有一个 就要看很多地方 但我发觉很稳定的 就是什么呢 现在有元朗和上水 元朗上水 在旁边的股东 又是一边 其实也不会有 很大型的 市镇 或者就业的 机会 其实 新界东北发展区 也挺大的 不过需要时间 包括有 股东 鸿水桥那堆 但是我想 头一批出的 可能都去到 2023 2025 那些 但是 我相信 量不会很多 真的量要多 我想可能要去到 203 多 那一类 我觉得 2030加 我觉得 现在 这就是进度看 我不是政府的数字 我觉得 比较长时间 才会有多 但是我觉得 有个因素 大家要注意的是 香港始终 每一次做 这些区域都好 很难发展到 地区经济 如果你说 我们做到地区经济 我在地区就业 其实基本上 对交通培动压力 是特小很多 但是如果你说 我也是建设这么多 但是我们 全部的东西仍然 都是放在 中环金钟 港岛 我上班也是 CBT2 我回到 九龙区为主 是 变了其实我每天 要去等 西铁和铁路 是没有办法 我一定要排 所以对交通压力 是很大的 明白 政府当时 有规划了 一个河吐区 北边有一个 IT的新区 其实那样东西 会不会发生呢 会不会有结构性转变 将整个新界北的 人口流动 又变了不同 如果我以我的了解 你说的河吐应该是 和深圳那边 我们所做的 那里包括 有科研 ND 很多不同的东西 这就真是 看看 两边的 政府怎样去处理 如果我们真是 引到高新科技 引到很多科研的 公司 进去的时候 当然你也有其他配套 你也有住宅各样的东西 但通常都是先引到公司进去 和公司相关的人员 去那边 那里多久会出现 那个地方 我想都需要一段 以历史的经验 我相信 起码5至10年时间 甚至长一点 这里可以补充 这里可以补充 香港叫河吐区 深圳那边 也有国华 他也叫做 河吐福堡片区 意思是 香港的河吐叫河吐A区 然后 敏感度 洛瓦州的河吐B 现在 王刚关 因为通了联堂 和香园 遗口 之后 他就将货运全部 剥离了 将 王刚关口 成登大压拆 整个年龄 然后就连绑岁区 画得很美 但大家都知道 内地的城市 很喜欢画公仔 画完就不做 其实会不会 都不能够看得太好 我想真的要看 城市发展 因为始终 如果你说看深圳那边 近年最主要 以前我们就去洛湖那边 之后他开南山 以前福田那一批 就是说做家工业 工业为主 但近年已经很美 做到现在全部都是 写字楼 豪宅 新兴住宅 要看下他们 大家是否真的 中国是政策事 最重要 我们政策 陪陪合 你过不过去 如果你说 那个真是有税务优惠 我当你之后又搞什么 人才公寓 搞什么 你有很多 这些的支援底下 我想成型的机会 会快一点 你知道香港 其实我们香港 都有 科学院 对吗 也有科学院 也做了很多期 其实 科学院也做了很多年 你想想 你才能慢慢成型 所以 不是说 所以那里吸引了一大堆 都住宅 科学院 现在白石 发展区一部分用 原本是科学院第四期 后来就割了出来 变成住宅 都仍然是住宅 形成 刚才也提过 有一个规划 2030加 即2030之后 香港的规划 他搞了一个 叫做东部科技走廊 就是由刚才说的 河土区 沿着 科学院 大埔居业 他写得很大 他说到 2030年之后 如果我们跟着的 计划 新界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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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发展重镇 但我们 回到 投资 是很现实的 你 说到未来 多好 究竟 有多少会实际上落实呢 因为 以我们的经验 就是 画公仔 倒到真的 那样东西出来 分钟20年 我们绝对 香港 全球数成绩都需要规划 但是 只不过 香港 近年 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 我们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做事是需要时间的 唯一的风险 对投资来说 唯一的风险是什么呢 就是政策自组性 因为很多事情不是说 一届政府做一员 或者是两届三届 香港是好几届的 如果你记得 我们之前也试过 上届政府再提过 我们有一个叫做 例如 保地价 有些先渡计划 例如在高龙东 天桥那些 也有一些面保地价先渡计划 就是我们有很多先渡计划 试过出来 试图完就会了 之后 究竟政策的持续性 会不会再继续做下去 例如现在我们也提到 例如 压工压活化 也之前提到 土地共享 就是说PVP 就是工程合作 这些应该慢慢开始会出来的 但是 不是 雅时生日 我真的可以供应会跳出来的 所以 再包括我们要提到 东大雨也好 什么也好 田巷也好 就是喜欢不喜欢也好 就算你拍了一半 政策持续性 是否做下去呢 到时是否做那么多呢 还是做多少呢 这个我想 这个才是对投资者来说 是一个最大要留意的 和风险因素 其实有一个例子 就是 东涌 其实东涌 以前叫做 北大雨山新市鎮 有四期的 但其实它建了两期之后 自己 无论移中了 后来现在才拿回第五月三期 第四期出来 都用来 填海 移开棕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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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有住宅 又要复工 但一出了维港两岸 就惨了 要么只得住 要么只得工业 譬如说 科学员 或者是工业出院 会不会 一个叫长远的投资策略 新界都始终不够 唯港两岸 那么有吸引力 绝对是 如果你就算说 抗跌能力来说 基本上 港岛区 唯港两岸的抗跌能力 一定是好一点 但问题是 入场费也不一样 入场费也不一样 除非你说 我买单资旧楼 旧楼重建 旧楼重建 或者是你买一些 旧的单栋楼 那些 相对地就会便宜一些 例如港岛 例如港岛东区 其实基本上你见到 仍然 有很多单资楼 其实赤价不是很贵的 也是 万几元也有 只不过就是说 你要接不接受到 旧楼 或者是那一类型的质数 还是不是的 你知道现在很喜欢的 我一定要住新楼 我一定要有会所 那你就 选择就不是太多了 那我们 我们试试冲出里员门 那些人就冲出 过了深圳河 我们今天讲讲香港 例如走出香港之后 还有什么可以选择 我们开始讲学投资 做这件事 你住又不会住 未必去住 也未必去移民 其实有什么选择 大湾区 现在都 挺有想象力的 你自己本人怎样看 我想首先要看看你买来做什么 以前全都很简单 移民 子女读书 通常这几个 但是今天又不同了 今天我们多了 可能有些是 准备将来移民 有些人我们现在不容易住 香港我捱不住了 可能我过多10年20年移民 再加投资 有些是旅游加投资 还是单纯投资 我觉得不同的 例如你讲 有些人去日本和泰国 有些是流行 这些是属于 旅游加投资 旅游加投资 我打算 住一个月 旅游年住一个月 去旅游玩一下 也好 我再加投资 另外有些不是 长远是移民加投资 有些人喜欢去马来西亚 因为他有第二家人政策 退休投资 但有些不是 我最高级一点 我去澳洲 我喜欢澳洲 我就是退休加投资 如果你说单纯投资 我常说好像买股票一样 你要很稳阵的 安全性最高的 英国 加拿大 美国澳洲 五眼集团 是的 但如果你叫我今天 用今天所有 例如经济 汇率 所有东西拼在一起 你叫我排 我会先排英国 要投资就是英国 接着我会看 加拿大 接着就 美国澳洲 就没有所谓 就排下去了 如果你说不是 我真的很喜欢 入场费 我又给得不多 但是我又想 当世界股那样买 当世界股那样买 世界股那样买 不做买蓝筹 我不买蓝筹 买世界股 在世界股那里 亦都可以分两层 有两层 日本那些便稳阵一点 是 有些人说我喜欢台湾 甚至乎再下去的 你可以选择马来西 泰国 有些现在就是新兴的 柬埔寨 越南 柬埔寨越南 其实升幅高 不过当然有很多不同风险 明白 有些再厉害一点 例如老 可能你有听过 远远 走去这些 这些就等于你说 我买八字头 听个码码去买 创业版 因为始终 这些地区 不是那么容易 做到 我们叫mortgage 按揭 又算做 你都不会做当地的 因为很多时候 当地按揭 尤其是新兴国家 计算是很贵的 有些便宜的 可能都要去到700厘 已经贵的 可能去到12厘 你都不会借 97年之后 那样的按揭利率 所以变了很多时候 你都要在乡 买楼一定要借钱 没可能不借钱 不借钱 不如不要买楼 没共干 我时都说 不做gearing 不做leverage 千万不要买楼 所以如果真的要买 可能你在香港 没有的 你试试税太也好 你自己有层楼的 你去做低息刊企业 你才去海外买楼 但就不要纯现金买海外楼 那些不是投资 那些真的是买旧楼 那些真的买旧楼 在等升值 因为通常 例如大湾区 或者 东南亚 或者简单来说 大湾区 租金其实没什么 你等它升 完全是等它升 价值 物业升值 还要担心汇率的问题 同时买海外楼 要看三个东西 你收到多少租 租金会不会有升值呢 楼价没有升值呢 还有汇水 再加上 就是 更干净 不少钱 如果你全部加碟 你就会赚最多 你赚少一样的 你便少一点 是 有一个市场 很特别 就是 印尼 印尼 近期都多新闻 比如说 汇千都 会再建高铁 亚曼高铁 差不多起好了 他又会再想 好像 那个 经济发展 与海外物业投资的热度 是很不成比例的 有没有什么原因 导致 亚加达 市水那些地方 没有人去 开发的 我想 以前 传统上印尼 最多海外投资者去哪里 其实是在巴黎岛 旅游 好像你那样 旅游家庭资 在90年代 金融风暴打后 其实 很多 尤其是 澳洲 纽西兰 或者欧美 会去买 因为那时大约 有没有记错 买一个 他们用来做半退休 那时大约是 四五十万美金 去到一百万美金 很漂亮的 很多海外人 喜欢去买 但是之后 不是 现在也多了很多 亚洲区 例如香港 会去买 未必就是 去买巴黎 那一类 因为那些 通常是 我们叫 导家村 为主 别墅为主 刚才你看到 可能去买 亚加达 加加达 那边 那边 其实楼价 的升幅 近年都升了很多 是 不过 都是那句 它本身低税 等于去年 全球豪宅 升幅 最多是菲律宾 是吗 菲律宾升了十多% 其实因为它本身是低税 它现在开始经济开始发展 亚洲区有些区域 我们相信未来的经济发展 是会快的 例如是菲律宾 加越南 这些地区 其实慢慢 财富效应出来 富豪会越来越多 应该会慢慢上去 而且它基数低 有一个更难满的地方 孟加拉 你不要以为 孟加拉 很落后的地方 原来香港的仿绩业 服装製造业 很多都搬 都搬了 第二 其实它 在中国一带一路里 它是拿了很多项目的 它那个交通机器 当然问题是 是否那个基础太差 因为它也面对一个问题 太多人 它有这么小的地方 住了亿半人 如果有些人会想到一些 例如说 另类一点的海外投资 会有人想到这些 它有些不帮国家 又是说英文 我想了 几件事 第一就是 租务上 有没有帮你管理 以及在法律上是否完善 始终跟股票一样 最有几难满的 都会有人买 明白 就是看自己的 财富能力 以及可以风险承担到的 是 但如果你说不是 说真的 都是一般投资者 我可能 只得一注 其实 我只得一够钱 当然买一些 稳定 明白 所以 很高兴 Thomas 都会帮我们 做一个 一系列 关于 海外投资 一些地方 因为其实 本地楼 大家很多人都意名 很理解 看政策 看供求 价钱合不合 再看看自己熟悉 再多走几次 海外楼 很需要一些 对整个国家 讲几件事 政策 发展 各样的因素 甚至乎 发规 那样理解 才能够进入 一个聪明的投资 很多谢你 这段时间 喜欢我们这个频道 点赞 我们这个频道 再按 零 就可以知道 最新的节目 就会通知大家 多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来到 区区沉楼 这个环节 我们经常说 去元朗 好像去旅行 市区那些人 以前 常常去到元朗 以前元朗的楼价 又偏低 但现在又不是了 反而元朗 这几年的楼价 贴得住 在市区楼 怎会有这样的现象 其实我们可以考虑 交通的发展 以前没有 西铁的时候 要去元朗 就算你坐亡名小巴 你由 荃湾 要去到元朗 都要 差不多要半个 两个小时 但自从有两个基建之后 它就很好发 第一件事 就是三个岗线 三个岗线 就会直接 由 丁九的地方 穿过山洞 就会去 赶尚楼 亦有很多 线巴士 非常方便 非常方便 更方便 去屯门 近处 不需要 到屯门 没错 不需要 到屯门 第二件事 自然 是西铁 你由西铁 我早两天又去到元朗 原来由 南昌 你实测 去 錦上路 之前的站 很远 在地图就很远 但你去10分钟左右 15分钟之内 15分钟之内 为什么 那些站很疏 是 錦上路 下一个站 就已经是荃湾西 不像市区 暂停 没错 根本只有几个站 我由南昌 南昌 去到美孚 美孚 是荃湾西 荃湾西 已经去到錦上路 去到一个站 就已经是元朗站 是 形成 元朗 对于 市中心 来说 实际交通时间 是大大 缩短了 在元朗 出回 中环 都很快 因为你还可以 铺上三个 钢线 和西税 是的 我想 都不是感觉上 跟以前那样 有什么值得投资的区域 你觉得 因为这个基建带动了 值得大家去想想 元朗呢 首先 由于这个 西铁 的关系 元朗的 东面 其实是 有个叫 积地的地方 嗯 积地就很出名 一个很大的 项目 叫Yohu Town 是 他其实也是有住宅 有商场 甚至乎 西车元朗站 的南北地盘 亦都是同一个发展商 是 投得的 我们会见到就是说 他在元朗 大马路以外 会有多一个地方 就是元朗站 这个位置 就会有一个很大的 商业 活动 会产生 商场很大 商场很大 亦都有酒店 是 再加上 在北区 或者 深圳 过来的 就是 好些 自由行 过来买东 令到元朗 哇 就是 购物的地方 非常热闹 没错 另外一方面 亦都可以提一提 就是说 西铁 朗平站 嗯 你现在就算 实地下去 没有什么特别 但其实我看到 未来的发展 首先就是 朗平站的 南北地盘 已经陆陆续续入伙 而另一方面 政府亦都会 建一条行人天桥 由朗平站 直接到元朗大马路 是 虽然那个天桥 比较多争议 但无可否认 其实它是可以 对元朗的人流 进行一个疏散的 功用 当然 除此之外 就是 朗平站后面 就是一个 东头工业村 东头工业区 甚至乎有一个 居屋的项目 都已经 进行 但是其实它里面的 重建 亦都陆陆续续 首先就是 彩碟亭 其实它那些 工厂亦都会 有些会重建 做住宅 亦都有些会 做工业转型 即是由一个叫工厂 变成一些 例如 楼上铺 等等 公贸的用途 我们会看到 就说 相对于 元朗站 以 纯住宅 为主 之外 其实 朗平站的机遇 亦都不能够 看低 变了 现在 在元朗里面 以前来说 是一个 是一个 是乡郊 现在变成一个 差不多城市化了 很多人居住 因为亦都有 外来人 其实应该 做一些 例如做零售 或者是 以 游客生意 其实都不错的 选择 然后再 在 例如你要住的时候 我们住宅 在哪个位置 是最理想的 哪一栋 的位置 元朗有 有元朗旧区 是不是 有刚才说 朗平那边 那你会选 我有钱的 我会选哪里 还是 Yohu Town那边 是比较好 其实 有几点 首先 元朗 那个区市 很特别 它是有一个 叫单栋楼的市场 因为香港很多 新市镇 其实它是由 零开始做起 元朗不同 元朗是1910年 已经开始开虚 很多年 那时 香新 开了一间 合益公司 其实就是 夹钱 将 当时 租借香港 不是十几二十年 租借香港1898年 99年 是1910年 开虚 变形成 你会见到 元朗的旧区 特别庞大 还有很多单栋楼 有些人 喜欢买单栋楼 收租 其实新价 选择不多 但在元朗 它是一个 比较便宜的价钱 可以买到 住宅上车的机会 第二 我想住大一点 怎样 当然 如果你大一点 是想住 我是想住 独立屋的 除了一些叫丁屋之外 亦都有一些叫独立屋的项目 所谓 感受加州四季葡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其实就是说 元朗 以元朗 中心附近的 一些 独立屋的发展 是 我能够住那里 那里其实就是 也会提到一些另类的选择 是 此外 如果不是 我也是想住 大型的单层单位 会有哪些选择 元朗公园 沿途 其实很多 一些近千尺 过千尺的 不是很高 低密度 低密度的 多层 多层 你也可以 我外国回来的 我想住大一点 但又不需要住圈屋 你可以选择那些 至于一般的 中产上车 或者是 换楼 自然 最理想的就是 Yohu Town 即是元朗站 附近 一带 即是去市区上班 是吗 最方便 或者是 做中港生意 由元朗 到内地 也是很方便 所以其实元朗 是挺不错的 一个选择 多元化的选择 OK 无论你自己打算 投资铺位 或者投资 自己自住 或者 放租 其实很多机会 在这个地方 但未来日子 还有没有其他大型基建 在元朗里面发生 未来的 其实元朗是有几个新发展区的 元朗的 西南面 是一个叫藏人辛酸的地方 现在其实很多是 一些叫做小型工厂 那里会是 叫做元朗南的新发展区 它会陆陆续续 将它变成一些 叫做商住用途 这是此其一 第二方面 就是 赶上路 赶上路 我们会知道 如果乘搭西铁的 有个车站 车走这么快 走过几两分钟 都未走完 其实那是一个 很大型的项目 政府也正在研究 将八香车厂 轻建上盖 建大屋村 也会漂入 赶上路站附近 一些土地的开发 甚至说 之前研究过 有两块地 是郊野公园边随的土地 其中一块 其实就是 在山河干线 元朗的转车站 后面的一个山窝 当然 我们知道 后来政府 没有接纳到 那里成为一个发展区 但我觉得 假以时日 如果你真的没有地的话 你还是要想 因为 郊野公园边随 不是在郊野公园 范围之内 其实是没有 在法律上 是没有带足的 买楼是长远投资 那个区也有 几多不同的发展 其实 如果你只是住在那里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好多谢大家 收看这个环节 下次再见 大家好 欢迎收看 梁准有计这个环节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 到底应该怎样 就着校网来找楼 众所周知 校网有四大校网之分 11 12 34 41 中西区 湾仔区 何文田 码头为启德 那边的34 和九龙堂九龙城的41 不过 四大校网有点尴尬位 例如11区 摩星岭道北面 好像御海园 翠海别墅 那些都是11区 不过很可惜 对面福利别墅 碧海角那些 就是18 12区 就要留意 铜锣湾道 大坑那边的楼 例如说 黄隐酸 对面那些楼 其实全部都是14 要过了礼言里之后 那段 铜锣湾道那些 才是12区 34区的尴尬位 最常见 就是七咸道北 以西 佛江街 去到新楼街 那段 是35区 其余那些 七咸道北 那些才是34区 那我们就要好好留意一下 今天讲到这里 这么多 大家如果对楼市 有什么疑难 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梁掌 就会逐一 为各位解答 好欢迎大家再来收看新一集的可爱投资面面观 那我们继续找到Thomas 就是来访的周围董事 跟我们讲上两集就讲英国 又讲马来西亚 又讲回 大家都差不多 虽然类似的国家 又是英联邦国家 不如讲讲澳洲 澳洲近期发生什么事呢 我想澳洲都挺有趣的 因为近年澳洲 国内人就很喜欢过去的 虽然读书 读书也好 移民也好 有很多笑话 以前有个笑话就是 国内很多官都很喜欢 在澳洲买楼 可能有些事走过去方便 近些 近年真的 很多国内人也都去澳洲买楼 但是这样也都令到澳洲的楼价 在近几年 升幅很夸张 在纽西蘭试过有一年 早大约三四年的时间 试过一年 楼价升了百分之二十 一年之间 但他们没试过 但没办法 因为你突然之间 他建楼一定是照起的 不知道你海外需求的 那么突然之间这么多人 怎么办 他们就会多了很多 不同的法例 在这里 监管也好 不可以买新 不可以买新 澳洲现在怎样呢 就是说 境外人士基本上只可以买新楼 新楼 不可以买热手楼 亦都很多时候 不同地区有不同的限制 另外就是在贷款上 亦有限制 变了如果你不是 澳洲本地人 根本就没有收入 没有打工 什么都没有 基本上在境内 借不到钱 变成你 单纯可以在境外 做融资 澳洲 那么大 地大密博 通常有哪几个城市值得投资 都是传统区域 通常一直以来 近这几年 亦都多了 尤其是华人 喜欢聚马 通常我们就去 西尼 荷尔本 那些多 之前都试过一段时间 喜欢去大移民 去那边 帕斯 都有 有段时间很有趣的 国内人觉得 黄金海岸很棒 又有赌场有盛 又有赌场有盛 变了又多了 人过去 这些一直以来 围住东西岸 这些大城市 亦都是 国内人 和香港人的首选 来的 当然 香港人计的 通常都是三宝 你不是去 西尼 你就去 Melbourne 或者你想去 帕斯 最多都是 几个 我自己本身 在西尼 都生活过 久几年 过去 现在 西尼的楼价 比以前 认识了几倍 是几百百 四五百 但现在 楼价 最近 跌了 大约十几个 西尼 你觉得西尼 仍是否值得大家 在这个时机入市呢 我想 普遍来说 整个澳洲 因为 始终国内人 买的步伐 减慢了 因为很多限制底下 亦都 钱又出不了 现在又很难 所以 近一年 整个澳洲的楼市 不同城市 有些跌了10% 有些跌得多 差不多跌了 20% 两成都有 但如果你说单纯 看一些 传统的城市 例如西尼那类 市中心的豪宅 不是跌很多 因为那些很简单 供应粮不多 但你不要来住过 西尼都知道 周边有很多 无限 无限那么多 外面那些 边皮就会跌得比较多 还有我想整个澳洲的民族多元化 其实都不同了 你见到西尼 现在是 我想 华人 唐印吉说普通话 对 我上次 去开会的时候 我们去开会议的时候 跟同事过去 去到西尼 然后去了一间 他说我想买件衣服 入去Dutyville 全部都是说普通话 没说过英文 完全 所有东西都是 其实很多时候 不断地在变 所以变了 那么多元文化底下 尤其是 如果你是真的 在那边买楼 通常中国人 会聚在一起 那些就会越买越贵 譬如 西尼里面 如果真的有 有实力 但是 我有钱 都应该是 买些最贵的地段 还是买些 便宜的入市 好一些 我想要看投资者 自己有多少钱 因为 我想说 西尼其实 有点像英国 如果你说东南 有点不同 以我们普通香港人的实力 我去 一个 柬埔寨 我去越南 马来西亚 我可以买第一区最美的 首都最美的位置 我们买到的 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用同一块钱 我去西尼 不好意思 我百多万 我百多万买不到 我要去边皮的 买 所以这个 就要大家去取捨 例如黄区 其实他们要求 差不多100万澳资 澳资 百多万起标 至少有些200万 那些真的不是一般 香港市民可以有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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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我 我来做 譬如你有个 放租 但是那边的情况 就是 因为 他本身的人均收入 都不是低 所以放租 其实你不一定是 最贵的地段 可能中价楼 都可以 我想是中价楼会好一点 因为都是那句 如果你买市中心区 当然 豪宅 日本一样 东京最美的豪宅 你不用担心 有些区域 但是如果你说 澳洲那边 我计住一点 很多人如果你说 上班 我不会在边皮上班 跟香港一样 我一定是 在西尼上班 但我认为你很清楚 那些人是不会驾车到西尼的 他可能驾到某一点 他就会下车 就转车下去 所以你买楼的时候 你就要看 刚刚好那条线去看 原来那些是他们的 喜欢的转车站 那些位置 你就会相对地 会稳定一点 你想想 如果我可以住在那些地区 不用转车 直接上车 我就可以回工 自然那些价钱 租务上 你就会容易租一点 因为你很明白 澳洲 例如西尼外面 那么多不同的地 很多不同的新的楼馆 通常是 独立屋 或者半独立屋 两三层的 很多的 而不是花园 等于我的同事 他就说 未来打算退休 再加投资 我说你买那些独立屋 没问题 因为他喜欢这个环境 那些山区 或者西部 但是你要注意 那些租金的回报率 相对地就会低一点 反差很大 但是由市中心 去到山区 真的是 这样一条斜线 那些租务回报 对了 譬如蚂蚁本 你又有什么建议呢 我想 如果你说看澳洲 摄影以外 其实很多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点 就是供求问题 因为对很多 当地的 我们的发展商来说 因为之前没有想过 那么多中国人过去 之后发现 不是 近于十年八载 那些中国人 蜂蜂地过去 他不断地建议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它们慢了的时候 就容易导致 就是供求问题 失衡 失衡 所以变成了你买的时候 澳洲 现在 我都不知道 高还是低 贵的时候 之前就六个几 现在就五个几 五个四 叫做便宜了 叫做便宜了 九十年代 最便宜的时候 是四个几 最高到六个几 有时候贴到七 七个八 贴着美金 早前就六个几 早一两年 现在就跌了一点 它是便宜了 吸引性是在的 但它楼价也跌了一点 但如果你照比 它的楼价跌幅 和那个 汇税跌幅 就没有英国 那么多 当然你看看你自己比较一下 你喜欢英国的经济 澳洲的经济 你自己去比较 通常大部分 在澳洲那边 失衡就是 供应两个多 通常 如果真的要买的 如果撑得到的 你便买市中心 因为始终 市中心供应有限 是啊 当然 那你就 我想知道 现在他留意一下 他们本身的税务增值 澳洲就出名高税 其实大家有什么建议 我想 买得澳洲和英国都差不多 和美国差不多 你就要注意税务上的东西 即是没得门税 你知道 你也没得避税 门就是要坐牢 真的你要交足 下次入境就很快 如果不是 你真的要交足 所以变了 其实这些地区买 你一定要找一个 除非你自己有 家人在那里 如果不是你要找一个 计划也好 或者简单来说 你要找一个 资产管理公司 帮你去管理 因为不同香港 香港 尤其是 出租 你试下坏了一盏灯吗 你跟租客说 你直接搞定去 但是在外国来说 不是的 例如你之前 例如你在那边买了独立屋 水有什么问题 渠有什么问题 他一定会找你的 你不可以不理 你作为一个 香港人 我们又怎么过去处理 所以变了很多时候 都需要找一个 叫做 资产管理公司 帮你代租 代管理 以及收租 那边就很完善 那些 叫做 中介 都从那样 有些是买卖楼 有些是负责管理 就是要管理 我觉得 目下我见过 澳洲也是挺好 是一个 挺成熟 稳健的地方 如果将来大家 又很想 稳妥一点的投资 Thomas经常说 买楼 好像买股票 澳洲 英国 加拿大是最稳妥的 这些是蓝筹股 很成熟 增幅 可能没那么大 但是就稳妥 东南亚那些 是世界股 大家的入场费 但是这些 各有 各有盛场 如果当比率 如果给你说 你觉得澳洲 适合些 什么人去投资 我想 如果对澳洲来说 适合些 我们叫做 半退休 你想着 到时 我都想 移民过澳洲 或者过澳洲住的 本身 始终澳洲环境 真的不错 我们都很清楚 区域比较大 旅游的 点都多 生活成本在不同区域 但又没有澳洲 那么厉害 简单来说 所以 天气也算好 尤其是 如果你退休 英国的天气 未必顶得顺 所以 变成了 很适合 而且有些是 读书 很多香港人都喜欢 小朋友过去那边读书 是 所以我想 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向 去看一看 以生活 退休 或者移民 值得 大家考虑 澳洲 而且这个时候 因为它趁 汇水 跌跌 流价跌 大家继续考虑 希望大家今集 能够在这里 投资得利 欢迎大家收看 我们下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